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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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各位 我是栗子 今天这台车 A6 Allroad 会是很多人的Dream Car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它的 而这一次我会跟你们聊一聊 这台车开起来到底怎么样 这就是一台A6嘛 然后我会尽量把它弄得很脏 或许我会手把手教你如何把它改成一台RS6 但凡有个花生米你也不至于醉成这样吧 我们不妨去尝一尝关于夏天的食物 而最后我会跟你们聊一聊 为什么我们都爱旅行车 而为什么我们都不买旅行车 哇 最近杭州天天下雨啊 真的是很无奈 但是呢今天有个很开心的事情 我的朋友订了台新车 然后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车送到嘉兴去 交到他的手里给他一个简单的交车仪式 出发吧 关于旅行车能聊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先来讲一讲驾驶感受 第一点呢就是静谧性 之前我在试驾全新的奥迪A6L的时候 那款车的静谧性真的让我不太满意 因为我一直觉得奥迪应该是同级别 静谧性做的最好的车型啊 这个让我很担心 因为我当时想 如果说未来我去买一辆A6的进口的旅行车 那么它的静谧性会不会成为一个困扰呢 那今天当我在开这辆A6 Allroad的时候 我得到了答案 我的答案是非常满意的 这辆车即便高速 120巡航的时候 下这点雨 我觉得车内都是非常的安静的 我可以安静的听歌 我也可以轻轻的跟附加聊天 我觉得这个是一辆进口到底 它该有的水准 这辆车A6 Allroad做到了 第二点呢就是行走系统 这辆车的行走系统呢 跟S4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啊 它用的也是这个EA839的3.0T V6 单涡轮双涡管的这个发动机 输出呢340马力500牛米 其实跟S4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不一样的是 这辆车的动力总成呢 跟A8 A7一样都是用了一个48伏的电机啊 那么它整一个诉求会更倾向于 节能跟舒适性 那么这辆车当我在日常开的时候 它在某些速段 它能够实现这个零排放的滑行的 那么这个在S4里面其实是做不到的 另外呢就是变动箱 这辆车用到这个7速双离合的变动箱 那么这个变动箱 当我日常开的时候呢 它整体的逻辑处理是非常清晰的 但是在有一个情况下它会怂 就是当我在红绿灯前刹车 特别是急刹停的时候 那么当车快要停下的那个瞬间 并有相会出现卡卡的这么一声的抖动吧算是 那么这一点 如果你买这个车 你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呢就是它的驱动系统 Ultra Quattro 之前说过很多次啊 7速的双离合配Ultra Quattro 除非你去做一些极限的脱困的情况 或者说你拿这台车去跑赛道 那么在这种极限公共下 它的这个耐久性也好 它的散热也好 动力分配也好 可能会不如机械式的Quattro 但日常开 这道四驱 你完全不必担心它的使用效果 然后呢就是评论区 所以经常有人问我啊 例子S4或者S5跟A6 Allroad 该怎么选啊 那么这两款车 其实它的诉求就是 我要运动 还是我要腔调 那么我可以跟你来分享一下 这两类车它开起来的差别是什么 S4 当我在开的时候 无论我开100公里 还是1000公里 我都知道它是一辆S4 因为它的动力 会明显的更激进一些 它的减震器 它的座椅 它的方向盘 它的声音 它的方方面都在告诉我 它是一辆S4 它不是一辆普通的S 但是呢 这辆A6 Allroad 当我在开的时候 我有些瞬间我觉得 这不就是一台A6L吗 有什么区别 除了后排的腿部空间会更小一点 也就是说 这辆A6 Allroad 当我在外面看的时候 也觉得 哇 好有腔调啊 旅行车 但是当我在开的时候 哇 这就是一辆A6嘛 所以呢 当你在开一辆A6旅行车的时候 你需要有很强大的内心的建设 告诉自己 我在开的是一辆A6旅行版 是一辆非常有腔调的车 是很多人想要梦想去拥有的一辆车子 它不是A6 All 它跟那些车不一样 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关于设计的部分 首先呢就是这个方向盘啊 我觉得C8的这款方向盘真的是蛮让人吐槽的 因为它无论是尺寸 它的设计也好 都跟C7我觉得是一个退步的状态 另外呢我觉得这辆车到了56万的售价 它应该要给我们一套B&O的3D音响 但这辆车它其实并不标配 乘坐的方面 这辆车当你的家人坐在后排的时候 这个座椅的角度 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正了 如果坐久了长度行车的时候 会有一点累啊 所以当你去考虑这辆车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位置的设计 是你需要去思考一下的 最后一个就是这辆车的空气悬挂 All Road之所以叫All Road 它有别于Avant的就是 它标配了四驱 它标配了空气悬挂 这一代的空气悬挂呢 它可以在标准的模式下 往上举身39毫米 往下下降30毫米 也就是说它总共有将近70毫米的一个落差 这辆A6 All Road 它既可以像一辆Avant一样百倍上低的姿态 它也可以像一辆Q7一样 具有非常好的通过性 这就是全路况旅行车的魅力 在这种细微的沙石路面 开Avant的通勤太舒服了 空旋可以过滤掉很多的 较硬的悬挂的感觉啊 所以呢我并不是想强调说 这个车可以越引或者怎么样 但至少当我们周末去到野外的时候 你可以走的比普通的轿车更远一点 你可以看到更好的风景 你说我们之后拿一些火车是怎么样 OK开玩笑了 说回这辆A6 All Road 其实这辆车在国内上市之后 真的是一车难求 我觉得可能跟现在特殊的环境有关系 因为现车并不多 但是真的我身边有一些认识的朋友 他们即便对颜色或者某些配置并不满意 但他还是把那辆车买下来了 价格也真的不便宜 那些人真的是真爱无敌 首先我觉得从很务实的角度来看 这个车空间感非常的好 你看到整个尾箱它能够多装很多东西 这种心理的满足感是很强烈的 而且你要知道在欧洲 像瑞典或者是德国这样的国家 他们都是旅行车的王国 他们的国民都非常喜欢旅行车 为什么 因为旅行车首先跟轿车一样 低重心 你要知道海外的高速通勤的效率 跟速度都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低重心很重要 其次就是空间感 他们带着家人带着行李 可能要去很远的地方 那么一次能够拖很多的行李 能够把整个家都带上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中国市场 你会发现很奇怪的是 旅行车 在上市之前 会有人说 来了必买 上市之后 也会有人说 下次一定 至于为什么 我们到后面慢慢的讲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 如何把他allroad 改成RS6 我觉得无论是allroad的车主 还是说那些围观者 他们都会有那么一个念想 就是 把A6allroad改成RS6 他们认为买了这辆车 改一下套件 排气轮毂或者避震 就是RS6了 心里美滋滋 但我觉得 但凡有个花生米 你也不至于醉成这样吧 这台车明明是allroad 为什么要把它改成 另外的一个样子呢 其实如果我有一台 A6allroad的话 我会选择整体黑色的套件 我会去优化一套更好看的轮毂 因为这套轮毂真的是 太没有说服力了 在避震的部分 其实呢 原车的空旋 它的落差是非常的大的 而这个姿态 是现在原车默认最低的状态 但你在车里面显示它依旧有两格 其实呢 你可以通过刷隐藏的方式 把它降到一格 降完之后 差不多可能就是一指的高度 对于这种车来说 一指的高度难道还不够吗 另外呢 就是排气 这辆车的车位是没有排气设计的 那么如果是我 我会给它装上一个双边单出的排气 让这台A6allroad 变成自己最好的那个样子 是allroad 它就是allroad 我不希望一台A6allroad 会变成一台RS6allroad 因为那种事情真的很可笑 我觉得呢 干净利落是改车不会错的思路 但是想要干净利落 就是在你动手之前 你要考虑清楚 那些不必要的 不切实际的骚想法 让它们统统走开 OK 我们继续出发 去找我的朋友 哎 姐夫 车到了 哎 你们真不会以为我说的是A6allroad吧 当然不是啦 是这辆Nissan GTR v-spec 扭博格林限量版 我朋友的车 还不错哎 还不错哎 没想到吧 是个儿童的车 这样子呢 以后你的女儿就可以在幼儿园跟别人说 my dad has a GTR 做的可以啊 马太阳 马太阳 马太阳是上吧 上回家 没问题 今天没问题 今天没问题 你们来一个 来来来 三米 三米 收工了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我们应该出发回杭州了 关于旅行车呢 一直有两个话题想跟大家聊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旅行车 通常我们心中都有个失与远方的梦想 但说实话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 或者说有时间我们未必有那个闲情意志 去实现失与远方 我觉得这种向往而不可及的感觉 真的是最诱人的 对于车迷来说 旅行车 就是失与远方 最好的精神载体 第二个呢 我们为什么不买旅行车 当然是因为太贵了 谁跟钱过不去呢 梦想可以说有就有 但是钱不可以啊 钱得慢慢赚 钱得慢慢的攒 其实在买S44之前 我是很认真的考虑过 我要买一台A6 Avant 但是后来我知道 当我花50万去买了一辆A6 Avant 它只有2.0T前驱的配置 它没有高配的头灯 没有大尺寸的轮毂 没有编欧音响 甚至它还没有可调阻尼的悬挂 50万 我凭什么 看这辆车 我的灯光选择 紫色跟绿色 其实当时我就想过 我要不买一台紫色的S4 要不买一台绿色的A6 Avant 但最后我的选择 你们都知道了 其实我觉得旅行车 它不应该被神化 它的诞生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需求 那么如何让它不神化 我是希望像BBA 像沃尔沃这样的旅行车大厂 它们可以在中国本土化的生产旅行车 而且是那种标准的Avant旅行车 不是一些什么中国特别版 特别调教的东西 我们不需要那些 我们要纯正的旅行车 只有当这类车出现了 那么真正喜欢旅行车的人 他们才会采取行动 如果说几年后 两台配置一辆的A6 L 跟A6 Avant 放到我们眼前的时候 我相信会有很多年轻人 会有很多有独立品位的人 他们真的会去选择旅行车 我期待那一天 我相信你们也会期待那一天